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会上那一番讲话 那个讲话我印象中大概几天前我就看到了 网上就在传 因为当时他说的比较 他原文说的很长 说心里话我当时没太在意 因为左右之争围绕着习近平 到现在大家都处于一种很茫然的状态 对于胡德华的讲话本身 大家理解也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当时看过之后 我觉得还是静观 看最后发展成什么样 经过几天的网上的传递 据说现在弄得比较大 国内有超过400万的点击量 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这番讲话 没有被互联网删掉 这是比较特别的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仔细看了一下 我个人认为没被互联网删掉 是江家的人马对习近平动手的一部分 因为那一番讲话 他整个胡德华的内容涉及到是太子党的分裂的故事 胡德华自己有自己的选择 但他很详细的描述了一些红二代 也就是年龄都在60岁网上 有都退休的这一批人呢 对现金状况的看法 那这批人大家翻了脸了 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情况 翻脸 大家认识不同 这正常 但是相互骂娘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而相互骂娘是在公开的场合下 而且是在胡德华讲述这话之后 又在舆论当中 在民间形成这么大的这么一个环境 公开化 同为太子党 那就是习近平 那就是能够数得着的这些人 对不对 而因为这样的事情公开骂 而不在互联网被封杀掉 那你说谁难看 习近平难看 对吧 而习近平在前两天 争民杂志透露出来的消息 否定了政治局常委本身的那种免死牌 否定免死牌 而谁树立的免死牌呢 江泽民 那江泽民树立的规矩被习近平否了 不就习近平跟江泽民干了 磕了吗 如果磕了的话 死磕了的话 那今天江泽民的人马不得跟习近平死磕 这就我的看法 那咱看一看 胡德华在这篇文章当中说了什么 BBC德国之声 法广都登了 那我们分享一下法广的登出来的内容 法广的内容 直接讲说胡德华演讲凸显体制内自由派 对习近平的体制的失望 他这里再一次把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心 写给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字拿出来 所以这就是变成了习近平是现在矛头在习近平身上 文章讲说 4月13号 炎黄春秋内部集会发言 胡德华有一番说法 法广联系胡德华没有联系上 而胡德华自己家里的友人在微博上 都在评论和转发这篇文章 胡德华在讲话当中讲 中共掌权的前30年是应该被否定的 他特别回顾了文革种种灾难以及党类斗争 也提到毛泽东干掉习仲勋时的借口是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爹 习仲勋言论自由被扼杀 而他拿出来的言论的说法成为了毛泽东干掉他的借口 当时写的是刘志丹 那今天杜宾先生被抓 跟当年习近平他爹被干掉的借口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品这个味道 多么残酷的中共体制啊 多残酷啊 对吧 活着的人被扼杀人性 活着的人掌握权力的时候就不能办正常人的事 而另外一波呢 就被他们干掉以党性的概念 当被干掉的人有机会翻了板了 闲鱼翻了身 等上来的时候呢 上来的时候再去干的不是正常人的事 那才叫邪了门呢 文章里呢 我们介绍一些比较关键的内容 他特别讲说 当时参加会议的 除了胡德华之外 还有几个曾经任中共高官的红二代 包括原中共调查部的部长孔元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的秘书许明的儿子 和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 原宋任琼秘书 原招商局的局长 那博原基金会的理事长秦晓 那秦晓呢 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用过他的一些说法 他是应该是党内中共红二代里面的改革派自由派 这里特别提到了两个人的冲突 孔丹与秦晓 他们两个都是南四中的学生 并且在南四中 在文革时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纱纱队 他们两个情况背景是类似的 而且呢都上山下巷过 而在体制内的大型金融投资企业呢 任高官 而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胡德华的讲话当中 直言平述的把这他们之间的冲突讲出来 当时是那么说的 说一边是普世价值 一边是正统派各级官员 他把共产党称为正统派了 普世价值老百姓的就是非正统了 他说后来大家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 正统派说你们这些普世派别给我们领导来添乱 这里说的我们领导当然指的是习近平了 所以正统派把他自己想当然跟习近平是在一起的 这个听明白了 普世价值 吹捧普世价值的变成了在正统派的眼睛里就变成了习近平的敌人 那如果这么说就是太子党大分裂 败了 而且这样的败本来家丑不可外扬 这是今天很多中国人的说法 但是他们自己之间的打斗分裂 在网上传播这么长时间 没被封杀 有人故意让他传出来 胡德华说 当时秦晓说老百姓的呼声你们真的就不知道吗 真的就听不见吗 听见了还能那么平静的无动于衷吗 孔丹反驳秦晓说 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 秦晓直接讲 同学 同学 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呢 这就是大家就往崩了说了 孔丹大怒 这是孔丹说的啊 不是石头说的 你他妈还是共产党不是 你还有信仰了 没有 这是共产党的信仰 这是我们说过 正常的信仰都信仰神佛道 没有信仰的信仰在我的眼睛里就是无神论 但是从对等的说 无神论它也是一种信仰啊 对不对 在我的眼睛里说的很简单 这叫无神论没有信仰的信仰 那人孔丹也说的很清楚 你还有信仰没有啊 对吧 人问的挺清楚 所以这就是我曾经提到 正常的信仰的二字 在普世人们共同认知的 是对神佛道的信仰 而否定了神佛道的不是信仰的信仰 就是魔鬼 所以大家听懂 在这点上石头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魔鬼 孔丹自己的话 就是共产党是魔鬼 在他眼睛里叫信仰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叫做麻烈主义 在中共的本身体制内 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魔鬼 后来秦晓紧接着说 那你有信仰没有 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 你有信仰吗 孔丹挂不住 直接骂粗口 骂了秦晓的妈 曾经她的阿姨 孔丹是标准的共产党员 我曾经这么说过 薄熙来 对吧 秦晓说的很直接 你把你的老婆 把你的孩子弄到美国去 你说你嘴里有信仰 信仰共产党 这就是共产党 这就是没有信仰的信仰 这就是魔鬼 这就非常清晰了 所以魔鬼挂不住 就骂了他的从小一起发小长大的骂 我曾经说过 标准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人类 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类 当他不是人 他有人性吗 他不能有 对吧 他为什么不能有呢 但他长了个人样 他被共产党的魔鬼附体了 就是民间说的黄狐狼上身了 狐狸上身了 一个道理 朋友说你 石头你又开始瞎晕胡说 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干嘛在北京城流行买护身符啊 你干嘛在北京城流行去买猪子呀 买那个佛猪啊 我这个佛猪是那样的 我那个佛猪是那样的 你家的佛猪用美元买的 他们家的佛猪用黄金请的 你这头又不信 你那头又怕死 娶个老婆生儿子 连你发财 我当官的仕途 谁是我的阻碍 你都算命起 你又算你的命 是你证明自己 命不在你自己手里头 你算你的命 你自己知道有倒霉的事等着你 然后你这头又说没信仰 只信你自个儿 你是一个狗屁的巫师的东西 只为你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共产党本身的体制的邪恶性 你信的就是魔鬼 因为一切为你自己 你算命的时候都为你自己 对不 你糟蹋的是一个人生 糟蹋的是真实的你自己 让酸民的骗你钱 你确信眼吧 管你是红二代 八二代 爱几代几代 对不对 海带都没用 我跟你说 海带还有点用 人家 伴伴伴伴吃 当凉菜吃了 对不对 伴海带丝了 你算什么带啊 对不对 如果这么做事的时候 你在我的眼睛里 真的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狗屁都不是 不是骂你们 真的 挺好的一个人 有钱有势 什么都有 对吧 你共产党的信仰把老婆孩子弄出去 挣的是共产党的钱 然后把钱给了美帝国主义 为了养你老婆养你儿子 然后你到这说 要维护这个体制 所以我怎么听起来 石涛有点愤怒的事 就是大儿媳妇怀孕 怀了第一胎 装一个大孙子 你没别的 你不是人吗 对不对 然后人模狗样的穿着 世界上最好的名牌 男人就穿装好皮鞋 签合同人 能知好笔 对吧 有文化 没文化 戴个金色眼镜 对不对 装的大料豆 装的大瓣蒜子样 然后目的就是为了 把衣服一脱 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你就是什么都不是 但是呢 你又去 又 没有信仰的人 怕自己倒霉 又去算命 所以正像我说的 今天是大善大恶的年代 你内心中有否定自己的人的那一面的一种感觉 知道你无可奈何对现实的环境 所以这个无可奈何对现实的环境的无可奈何 是你真正的人性中尚存的那一点的佛性 要知道拒绝邪恶 要知道你甭乱算什么东西都是为了你自己来利用这个体制来来换满足你自己欲望的话 你就是魔鬼本身的一部分 不算还好点 越算 你的罪孽越大 你是下地狱的时候给你淹的最深 胡德华自己说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 事情都知道 道理也都明白 就是不能说 不能商量 否则老权相加 谁跟钱有仇 一个放纵欲望的人 谁跟谁对女人有仇 有说满足啊 一个放纵欲望 全世界这么多女人 几十亿人 没有俩一样的 她老长仙 你给她三千五千 一万个她都愿意 共产党的官就这个 一个满足欲望 你没听到那个女人买LV包 一千个两千 你买LV包那公司买过来不就完了吗 买八包哦 对不对 你就说买蓝波尼 立着开 我说你落一落十个量 十两个蓝波 你一块开 你那才叫爷们呢 但是呢 她还是四个轱辘脚踩油 不踩油门 她们不装油 她们不走 我就说缺心眼 但她为什么这么干 恨人有 小人无 人性堕落之后的一种 一种 一种不像牲口的一种表现 所以不是你 是不是 是不是人 咱不是那意思 我说的就是很简单的 体制扼杀了你正常的人性 但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内心深处又保存着自己人性中佛性的那一点点 但是你又要用这些东西去满足自己 满足自己的欲望 知道自己的很多事情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个人只是劝你回头 从人性上回头 紧接着胡德华提到了一个说法 涉及到习近平 胡德华说 对网上流传的习近平的内部讲话 对苏共的下台 苏共的几千万党员没有动作 竟无一人是男儿做了不点名的反驳 但是胡德华紧接着讲 我所知道的这些消息基本上是从网上来的 网上有真有假 但愿这些都是假的 因为我对网上的观点有所保留 甚至不同意 对这些观点 胡德华自称是逆耳的真话 所以胡德华在这点上 只是他保全了相当一部分 对吧 他并没直接冲着习近平说什么 他只是说 这话是真是假 我自己不承认 我自己有问号 但是这个话本身 我自己不接受 这话是不是来自于习近平之口 还是别人故意给习近平戴一帽子 我是话问号 所以这个大家前后这个次序要分清楚了 这个要明白这个概念 那紧接着胡德华就提到说 有关苏联的问题 中共曾经写过九评苏共 那现在有一个九评中共 九评共产党 有啊 那个到现在有人认为那是 那是惊世之作 那把共产党邪恶那一面完全弄一顶朝天 在这里呢 他又援引 胡德华又援引了俄罗斯 现在的共产党的总书记 九加诺夫的话说 苏共的倒台 是苏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对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 包括对真理的垄断 而苏共的垮台 在过程中军队保持中立 从而导致了 世出政变的八一九委员会 进行军事镇压的命令 遭到了当时军队的 苏联军队的拒绝 所以应该说 当时的苏联的军人 那是真正苏联的男儿 胡德华说 说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 那么我就想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男儿 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 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 向着手无寸解的老百姓 进行杀戮 这样的人是英雄 是男儿吗 这话从胡德华的嘴里说出来 就直接干了 所以太子党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他不分裂也分裂了 已经大家明挑了 拿中共军队去杀中国人的学生的 这样的人就是凶手 这就是胡德华的观点 以国家的民意镇压老百姓 用军队 用攻坚法镇压老百姓 就是凶手 我觉得不是分裂也分裂 所以这样的这么去评比的话 这样的网络公开的话 在网络上这样的话 不被屏蔽的话 跟去年三四月份差不多 去年薄熙来倒台之后 被这个被这个温家宝踹死之后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上最上层太子党之间的打斗 绝不屏蔽于当时的情况 胡德华接着讲 我恰恰觉得有着反法西斯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 对于下达开枪镇压老百姓的命令 敢于抗命 不怕上军事法庭 这才是英雄 这才是男儿 所以我觉得苏联红军都是男儿 他紧接着讲说 一个执政党在出现危机的时候 能不能持续下去 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输 一个是读 我相信这就大家就很明白了 所以他直接详细的反对是读 读的方式就是镇压 不许说话 不许讨论 不许有不同意见 再尖锐意见的话 那我就要开坦克跟他对着干 这就等于胡德华挑了 就明着说了 明着干了 那有关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不能否定 这是习近平的说法 那胡德华说的就很直接了 文革期间的种种灾难和党内斗争 比如毛泽东对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的批评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就是一大发明 所以对前三十年必须否定 他说如果不否定了前三十年的话 我就想问问 是不是文革就不能否定 是不是反对 这个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被否定 是不是反右也不能被否定 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 也不能被否定 挑战薄熙来他们家 如果说都不能被否定的话 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 难道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 拨乱反正 否定的是改革开放 但愿这不是真的 那如果否定拨乱反正的话 那当初包括薄一波 包括习仲勋 被胡耀邦平反都是错的 把这事说不清楚 大家听见 所以这事就整不清了 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 习近平你保着共产党 你就惨了 自个儿把自个儿玩死了 真的 而对于目前强硬派的回潮 我们也说过 在网上非常多的被屏蔽的内容 是呼吁要对这个薄熙来 要释放薄熙来怎么怎么样 胡德华认为 现在这一波当权的 毛头很直接的 现在这波当权的 红二代所受到的教育是很有限的 文革之后什么书都没有了 想学都没书 只有毛选 我深深的感到 红二代是被毛泽东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毁坏的一代 或者几代人 他讲包括他自己了 几乎都成了文王 他说当然这是说我了 但我们的领导都是博士和硕士 这就有点故意了 对吧 那博士硕士咋来的 那就随便了 连他自个儿可能都不知道咋来的 对吧 他就讲这一代人是被毁掉 这是没错 你赶成七七 赶成七七届 七八届 我跟大家透过信 那个时候石涛学英文 上了大学学英文 学的是二十六个字母 我是谁 大概上大二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在学校里 外语系的一个外教问 偶然问到我说 最附近的银行在哪 Bank 我们三个同学在门口说 Bank Bank是海岸 水岸 半个是河流 半个是小沟 我自个都掉沟里去了 不知道Bank是什么意思 这是真的 我在上大二的时候 这一拨人 今天党的最高领袖们 跟我们这英文是不少钱的 差不多的 过了学习的年代 记不住了 人不服老 时间是永恒的 一直在走 你过了这个段就完了 说我在 怎么阿呗 随便你怎么说 对不对 你肚子里头有几根蛔虫 你都不知道 人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文章紧接最后结束的时候 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的学者叫做马勇 马勇说 这个缺陷就是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 错失了他们最佳的读书的年龄 这是先天缺陷 残疾 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残疾 这骂人的 全息全眼的 怎么叫残疾呢 他说这个缺陷 决定了中国既无法向前走 进入民主宪政 也无法向后退 集权 专制集权 往前走 发生困惑 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往回走 能力有限 能力不足 因为专制集权 更需要知识 能力和智慧 这是历朝历代 都没有出现过的困局 石头的眼睛里挺简单的 抛掉特殊材料 做成的中国共产党 你恢复正常的人 所以当历朝历代 都没有出现的困局 它一定是最简单的 就能解决掉 回归人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